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天气蛮不错的 不下雨了 摘点野菜 这种野菜应该没多少人吃过 我也是听我妈说 这个河边有这种野菜蛮好吃的 上次吃过一回 所以今天特意来摘一点 哇 李子都长出来了 好小哥 好茂盛 到了 那个野菜就长在这个位置 就是在我旁边的 好多啊这边 非常不对 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吗 看起来像辣椒 我们家里就叫野辣椒 因为它品种就跟辣椒一样的 它结不出辣椒来的 它结的是那种圆圆的果实 吃的话就吃这种叶子 闻起来 真的跟那个辣椒的味道一模一样 就这样摘它的嫩叶来吃 这种用来炒菜 非常的好吃 而且有一种功效 轻的解毒 轻的降火 看这些都非常的刚长出来 这个学名叫龙葵 纯野生的 这不是我们种的 就跟种的菜差不多 这是我家以前的老房子 它就喜欢长在这种 有人住过的地方 如果说 纯粹是野外的很多杂茶的地方 估计就长得出来了 有人烟的地方它就有 哇 这个好嫩 看到没有 非常的漂亮啊 完美 叶辣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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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天的美味啊 因为最近家里都没什么菜吃啊 所有的菜都刚刚种下去 吃点野菜还是可以的 哇 过来看一下 这个是前段时间种的苹果树 看看都长嫩芽了 估计能种得活 我还以为在我们南方这里 苹果树还种不活呢 已经长嫩芽了 这里总共种了四棵 一二三四 这一棵是公树 公的树也是 公树也长得那样 够吃了啊 就摘这么多 这种做法也是挺简单的 清炒就行了 有没有吃过的朋友呢 欢迎到评论区留言啊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 准备回家煮野菜